每一個人愛國心都不容易質疑 我全心全力守護新北市 守護民眾的安全 就是一個愛國的表現 國民黨中央下令 所有國民黨執政縣市 國慶日都要舉行升旗典禮 唯獨侯友宜不衰黨中央 國慶日我們新北市 另外有安排其他的活動 在升旗這個部分 是在我們的言單會擴大進行 公然跟黨中央操反調 不僅如此 侯友宜還是堅持 拒絕韓國瑜新北競選總主委 400萬人的市民 永遠是我心中最重要的競選主任委員 執政成績 執政的好壞 直接影響的就是 在服選的過程中 對於政黨或對於立委 或對於總統選情能不能加分 對於侯友宜做自己 國民黨立委連忙換家 但是國民黨跟韓國瑜面臨的挑戰 還有選情持續拉緊報 根據最新韓國瑜民調 蔡英文支持率41% 韓國瑜27% 不僅差了13個百分點 韓國瑜更是連續6週都落後 蔡英文 韓國瑜已經來到一個歸零高的狀態了 他的年輕族群全面歸零 而且沒有人想支持他 你不可能在未來不到100天的時間 把這個族群拉回來 因為他們已經對你死心了 像蔡英文的選情非常樂觀 但是我們看未必未必 主要我們好好努力 這未表態的部分可能會流向國民黨 對於高達三成的中間選民 藍營立委樂觀看待 只是距離總統大選投票 剩下不到100天 韓國瑜面臨內憂外患不斷 想要贏得2020 恐怕還得再多加把勁 歡迎新聞監獄李楊紫玉台北報導 ك勤兩個 稍為本 我那一人 不認識 �不認識